可以即生做情符 这一本做不到 他是做小情路线 各国无求菩萨大情路线 最后他具足很多世情佛山的具足 在生的时候 比他的各国的具足还多 修养修持也很高 但是他反对大情的路线 后来 譬如我们现在讲 《菊水论》啊 很多的论剧 都是开成世情菩萨的具足 后来他受各国的影响 感化了 回心向大 马哈亚 就是摩河耶 我们念摩河 实际上这个用唐音翻译过来 就是马哈大情 马哈亚就是大情 摩河 几十年的巨走都不对了 这叫做骂俘吗?骂大修 他说不对了 要自杀 无洲菩萨他,哥哥说那有什么用? 自杀不能解决问题 他说那怎么办? 哥哥告诉他 譬如人走路,因地而倒 这个人走路在路上走啊 怎么跌倒呢? 还是地下,地的关系嘛 跌倒地下怎么办呢? 因地而起,还是靠土地嘛 你手一清再爬起来嘛 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啊 走路走跌倒的,因为有土地 假设在虚空中走,永远不会跌倒的 永远空的嘛 因为有地,土地们跌倒了 要爬起来怎么办呢? 也靠土地再爬起来嘛 他就懂了 好!我回去了 弘扬大修复法 所以他大小秦写密庙谈 大小秦多同的 最有名的,现在中国翻译流传里面的 我们这里的教育长 听说啊,我不知道 我没有省通 那叫居水论 当然他不是专门支持一点啦 他还是神通广大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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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通广大了啊 那么 他的姑姑呢 专门弘扬大秦 他就像昨天 昨天到什么 到陡路帖 欲在里头的第四帖 米莱菩萨还在那里说法 他外让听寇们记录下来 不晓得用钢笔啊 毛笔啊 什么笔啊 好像用脑子 百天就把这个听寇的记录写出来 就是写了一百卷 你们搜的这一套 余切实地论 米莱菩萨所说的 这是佛寿说的佛法 五丑菩萨所记录的 一百卷 是选庄法师到印度留守二十年 回来翻译最重要的一部正论 一切实地论 修宣教 修秘宗 不能不参考的 不过文字翻译的啊 非常老实 够坚硬的 几乎我们历代的学者 好好捏着一切实地论的 没有机会 这是两部介绍 所谓修佛的 这是一个佛修概论 整整要两个佛法佛教 这一部 五丑菩萨 于世青菩萨 两个人友好 两兄弟 五丑菩萨告诉弟弟 他说我会写死 他说我回来 究竟死了 以后要妙佛的事盖 要妙具它事盖 你要回来告诉我 这个故事很有趣的 可见两个人修持那么高 生命的道理 死后 是不是有个西方极乐世界 是不是真有个天上人皆地狱啊 你要回来告诉我 两兄弟友好 五丑菩萨 五丑菩萨 谁走了 这个世青菩萨 还没有事啊 等哥哥啊 来见一面 天天等 没有消息 大概自己想 头发溜出吧 不要再当活想 靠不住啊 以哥哥这样的手持 跟我来又好 回来见一面 见一面 见一面有没有这个事 这个过了三年 世青菩萨 一下看到五丑菩萨来了 他过话 要吗 他讲了 那怎么讲 他说你现在在哪呢 我在抖了一天 明来菩萨前面 他说你怎么那么久来告诉我 这个事 他说我到了 这个明来菩萨也正在上哭 我正来残堂 他们把门关了 我不过停了一个钟头 我心里急啊 要来告诉你啊 好好羞耻啊 他是他们打开门一个钟头 然后赶真跑来 他这里三年了 他这样 这个菩萨上面 这个 现在再上了 这两个了啊 连带将菩萨给你们听过了 我都是副经理都看来的 你们听了 你看几分钟 我看了好久 好苦难 都拢了 都告诉你 所以你们是我的 等于我是五座菩萨 你们四床菩萨 很有福气 中国的到了复发 到了中国两部剧咒 重要 年二年 中国的 换句话 我们中国三部剧咒 对了 这样错了 第一部 摩河之观 这不是现在你们手边有的六庙梦之观法梦 大之观的 自在菩萨 而自在大使他们去做 第二部 第二部 五代宋朝的时候 用命受阐释的剧作 终正罗 那这个文字多很美啊 又就是终正罗 那么用命受阐释 也是在做我们老前辈一样 他是个江振出生 后来出家了 他是产宗的悟道以后 弘扬正途的 在杭州用命受阐释 据说 据说 是安门